打个比方就类似于我们盖一座高楼大厦 它实现了结构风铃 手制油能实现前床贯通 意味着主体结构工程进入维生 那么下一阶段的工作是以内装工程 包括功能性区域的装修 客舱的安装 以及系统调试为主 事实上我们认为游轮的手支船的设计建造 就是一个引进消化吸收的一个过程 我们也已经开始和国内的相关单位进行了联手 未来逐步地实现国产化 那么未来的发展路径必然是一个一加N的模式 一就是我们的总装企业外卫造船 N就是许愿有大数将近100家的专业化的分包商 在特有的系统以及材料方面进行共同的合作 我们理解也是国内的相关的公司 转型发展的一次机会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 健康大武者